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过年好 在过年回家了 是不是得给大家送点礼品呢 但是这礼品不能摆送 哪里掌声多 这些礼品就送到哪里去 好吗 我看 右边的掌声明显 比左边的掌声激烈 左边 那个 给大伙分点啊 别那么口啊 还有在这边 哎 妥雷 还有吗 这回家 给大伙 给小宝宝 哎 饺子 这饺子不能给你 哎呀 回家特别高兴 我呀 刘亮啊 代表所有的安保人员 祝愿所有家乡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礼 哎呀 你看还来个电话 挺应景 喂 哎 姐 我都到学校门口了 你放心吧 饺子肯定给你老弟 送到嘴里去 放心吧 哎呀 我一口一口 喂的还不行吗 我嘞 哎 这送点饺子 一遍一遍打电话 好 哎呀 我还给你老弟送嘴里去 我媳妇饺子 两个啥子 当初我跟我媳妇 应聘到吉林大学 上班 我那是教训楼保安 她是图书馆保洁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咱吉林大学 还分校区域啊 这南校区 跟北校区 中间还隔着个市区域呢 这我看我媳妇一趟实在是太费劲了 不说了 给我媳妇送饺子去了 拜拜 出啥呢 我让你看书 看我个好呀 姐呀 这书难度太大了 整不进去呀 你一个厨子 看甲骨文搞呀 那我师父让我学个新菜 啥菜呀 酸菜大骨头 你师父要让你做虎皮尖揪 你还得找武松进货去呢 咦 你脑都挺大呀 你别吵吵 我可这偷门学习 谁都不知道 你窝喊叫的 让人看出来 误会了杂志 看书学习 谁能误会呀 你肯拉倒吧 那上学的时候 不都拿书打掩护吗 姐呀 你想太多了 这都放寒假了 大学生都往家赶了 图书馆都闭馆了 这保安也开始犯懒了 这个点谁要是还能往这儿溜达 那不是缺心眼子 估计也离那儿不远了 是不是哥 你给我撒一点点 你把人传在嘎 站站站站站站 哎呀你怎么来了呢 你给我撒这 你 你说不说 说不说 说 说不说 你让我说啥 你倒是问的 我没问的吗 没有 上面就炸了 你 你是不是要问我是谁 对 你来这儿干啥来了 跟一个保洁在那儿干啥 你知道你还让我问 哎呀 你干啥呀 都是打工 想他干啥呀 快 打工的 打工的 你打到哪个段位了 我现在是厨师长 啥玩意儿 底下切堆的 怎么的 你一个火夫 你跑图书馆来 咋的食堂没彩活了 我跟我姐看书学习来了 咋的 学啥呀 啊 一个厨子跟个保洁学啥呀 菜刀的清洗雨量在呀 撒那谎干啥 哎呀妈 你干啥呀 你这 你是不是 别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误会了 别跟我说话 你别跟我讲 你给我唱一遍去 再说一遍 出去 好嘞 白哥 说吧 多长时间了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半年了吧 你咋不告诉我呢 我这不想着 有点结果了 再跟你说吗 你有结果了 我咋等啊 你要是不介意 咱仨可以一起啊 不是 你跟我说啥呢 你不问我学习的事吗 学习 啥时候的事啊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半年了 你咋不告诉我呢 这不想着 有点结果 再跟你说吗 不是 你有结果了 我咋等啊 我都说了 你要不介意 咱仨可以一起嘛 你老提他个啥 我问你的事呢 啊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半年了 打住 这话有毒 打不住了 我都准备考试了 考啥呀 考大学呀 谁呀 我 咋的了 考大学 谁呀 我 你呀 咋的了 考大学 干啥呀 知识能改变命运 你改变他个啥呀 这不是为了 改变生活吗 你这是改变生活吗 你这是要改变我呀 啊 孩子都六岁了 你要考大学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再说你们这分校 什么管理 厨子和个保洁 在这儿学习 没人管 你像我们的校区啊 保安是保安 保洁是保洁 厨师是厨师 根本就不联系 就没有让你们 误会的机会 谁呀 打错了 没接就知道打错了 挺的干啥呀 接呀 接就接 喂 喂 流量啊 什么流量套餐 不需要 老弟 别给姐闹 姐知道 你先看你媳妇去 姐不急哦 姐等你 喂 这 啥姐呀 一个姐 姐是姐是姐 其实 我们各部门 有时候也联系 那个 媳妇 那啥 是是是 是这么回事 这姐 老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就她那是咋 是我们食堂的 一个大姐 知道我来 给你送饺子来了 说亮啊 你给我老弟 带一份呗 我说行啊 就这么回事 就是我跟她是咋认 vat一天 我看你 我做词